好像也可以 你们可以试试看 一般我的习惯最简单 就是GET的VUCATION CONTENT 完全不用背 然后呢 在TEST是什么呢 要显示的讯息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S嘛 对不对 我们有宣告一个S 那最后的话 有一个第三个参数是什么 Division是什么呢 停留几秒钟 那它只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一秒钟 一个是三秒钟 那以毫秒计算 所以呢 你就 要不就一秒钟就打多少 打一千 要不说三秒钟就打三千 所以这里我们停三秒钟好了 OK就打三千 那你 如果你打五千 它还是停三秒 所以这个数字的话呢 只要就只有两种选项 或者是你打什么呢 你打一个TOS DN 一般书里面 我的习惯是 记数字比较减 一般书里面是这样的 TOS 电 它有一个什么 有两个选项 有一个是Long的 一个是Short 那你Long就是三秒钟了 基本上就是三秒钟 其他相关的讯息可以看一下 一个Short就是一秒钟 那我习惯打三千 比较好记 三千 OK 好了之后 最后记得要电 TOS要怎么样 点Short一下 把它秀出来 你没有Short的话呢 它不会秀出来 OK 好了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就把模拟器给设置起来 特别主要这个地方 New一个新的 里面模拟器我给它2.33 然后Target写2.33 然后RAM的话512 这个用HVGA就好了 把它产生一个 再把它Start 我已经把它Run 因为模拟器要花一点时间 我把它Run 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直接执行 执行之后的话呢 就会直接在这边看到 那我直接点这个什么呢 掺 把那个按钮按下去之后的话 它会触发那个事件 所以会在底下 3秒钟点下去 有没有 出现1 2 3 有没有 就3秒钟 1 2 3 关掉 OK 但是呢 你想说它可不可以更久不行啊 就这样子啊 你可不可以让它一直停在那个上面 很抱歉 TOS就是只有两种 1秒跟3秒 那如果你希望让它停久一点的话 你就不能用TOS 那要用别的啦 比如说Landarlog 或者再建一个TestView 放结果也可以 OK 那把画面呢 还给各位一下 我刚刚只有把这个地方做更改而已 画面还给各位